意大利唱完水都威尼斯 似水柔情,华丽浪漫 威尼斯这座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 它就像一座架构在水上的巨型民工般 160条运河,409座桥梁 以及无数的贡多拉小船所衍生出的水都情运 威尼斯怎能不让人迷恋 游访威尼斯在中世界建筑群所串联出的街道里 穿街走向 在拿破仁口中所谓欧洲最美的客厅 圣马可广场,走走逛逛 探访周边的历史建筑,经典地标 都是感受威尼斯最棒的方式 不过来访水都,怎可以不大共多拉 从早上开始 威尼斯的小运河便满满都是载着长鲜游客的贡多拉 小船在这细小的一线天水道中,缓缓滑动 眼前看到的画面不同于陆地上 更能看清楚威尼斯的防射,前阶后合的特色 贡多拉滑出小运河,时往大运河 又是一番不同的风情 宽广的水道,开阔的视野 小船悠悠前进 眼前的威尼斯,宛如漂浮在河面上那般 以局势不到的迷人姿态 向游客述说着岁月喜练出的万转风情 来访威尼斯,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 那就是圣马可广场上的这座钟楼 搭乘电电来到塔顶 眼前360度完全无遮蔽的视野,真的美得让人惊呆了 海景,加上成片的红瓦老建筑,哥德士教堂钟楼 龙龙之行的圣马可广场的知名建筑 全部都在眼前毫无保留地展开 一派古运宜人,真的绝美极了 动新闻,意大利报导